大家好,我是我差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做网站的经验 是面向新手小白同学 其实这些年我做过很多面向新手小白同学的课程 但是我感觉还不够浅显 特别是对于那些对wordpress 对网站域名空间主题这些关键词 一点都不了解的同学来说 我之前做的课程可能还是有一点点难度的 那么这个课程我要把这个难度再次降低 上礼拜有个网友 他想让他的孩子入群学习一下做网站 后来我得知这是一位上三年级的八岁的小朋友 这个小朋友他之前学过python编程 现在他想学一下做网站 要给他们学校做一个网站 那这件事呢挺打动我 让我很感动 一般做网站都是年纪比较偏大的 或者是刚参加工作 刚大学毕业 在他们企业里要做一个网站 国内的或者是国外的网站 我没想到的是小学生也想做网站 还有这种需求 我的女儿今年上小学五年级 她知道这个事之后 也特别想学做网站 于是我就在这张桌子上用这个夹子 还有上面的这些单面纸 还有一杆笔 用画草图的方式和他分享了一下网站是怎么回事 是怎样一个逻辑 因为时间关系我就没有太详细展开 后来我想这种方式还可以 特别是对于新手小白同学 我之前录的课程大部分都是录屏的 用这种纸质的更自由更自然 可以说一些比较浅显的道理和浅显的逻辑和流程 那么这个课程也算是一种创新尝试 课程没有大纲 说到哪算哪 想到哪说哪 尽量每个课时控制在三分钟之内 如果大家看到之后有什么问题 可以给我留言发私信 我在后续的课程里面再和大家分享 也就是一边聊天 一边分享一下我知道的经验